金哲,古时称作启哲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,万物被镇醒,镇代表雷,所以被称为金哲,哲从惊醒而跑出来,金哲时间在公历三月五至六日之间,天气逐渐变暖,春雷开始响起,金哲反映了自然生物受到节律变化影响而开始萌芽生长,到了金哲,阳气生发,气温回升,春雷隆隆,雨水增多, 万物充满生机,农业生产与自然节律息息相关,金哲节气在农业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,它是古代农业文化对于自然节律的反应,这时,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,一,起居,晚睡早起,金哲前后气温阴冷,阳气生发,人体血管舒张,流向大脑的血液比冬季减少, 中枢神经的兴奋性降低,导致春困让人烦恼,很多人认为多睡觉可以解乏,但实际上通常会越睡越困,这是因为过度睡眠无法适应春季特性,反而会抑制氧气生发,加重春困,春天适当晚睡早起,多伸懒腰,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三,让全身肌肉关节得到活动,减轻困意,同时,也能刺激肝脏功能,让肝脏得到锻炼,达到保健效果 二,饮食,少酸多甜 春天干气旺盛,以伤脾,此时少吃酸味,可以防止干气过旺,而甜味食物,可以滋补脾胃,但是,甜并不意味着食物要太甜,而是指那些具有润造特性的食材 在这里,手推山药和红枣,煮粥最好不过了 另外,现代人运动少,吃得多,肠胃周围围绕大炼油脂 所以,食阴清淡,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,以清除内部热气 例如理,笔记,芹菜,季菜,乌笋,黄瓜等 三,衣着,适度最重要 今折时节,天气时冷时热,早晚温差大,民间常用春午秋冬的方法防病 但是,大部分年轻人以为自己身体强壮,可以抵挡外鞋入侵,早早换了单衣 老人,小孩,则都春午,午过头,反而出了大喊而感冒 其实,春午最好适度,最好的方法是,外出鞋带薄外套 根据温差变动,随时增减衣物,尤其是头颈,手腕,腰腹,小腿这四处,要特别保护 当然,春午也有时间性 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,可以适当地减少衣服 结束春午,四,运动 多点花样,筋折时节,生机要人,人体阳气上升 各个器官组织机能想要充分活跃起来,就需要均衡得法的运动 全身心地动起来有利于气血运行畅达 新陈代谢加快,身体健康无恙 具体来说,要求人们不只是简单地动起来 还要各种运动相结合 比如在家中快走来锻炼身体四肢 适度地下棋,打牌,锻炼头脑清醒 听音乐,唱歌,一跃一下心情 现代流行病学调查也证实,经浙是肝病的高发季节 另外,流感,流泊,水痘,带状泡疹 流行性出血热等疾病在这个节起也容易爆发 所以要注意防范